然后呢 亮哥也有一个观点 就是赖清德讲得太肯定了 罗志正第一时间也讲得很肯定 特别是赖清德 恐怕他这样讲会害到罗志正 要挑战曲美凤吗 委员你怎么看 为什么挑战曲美凤会怎样 我同意啊 因为你挑战曲美凤 讲得难听一点 曲美凤穿草鞋你穿皮鞋的嘛 你现在是地位高啊 曲美凤是媒体人啊 那你是在说曲美凤是什么 是身位的操作者吗 还是他是中共代理人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第一个公布的是曲美凤啊 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 曲美凤公布这些资料 是有公信力 因为赵天宁他公布的 那到目前为止请问一下 有人说赵天宁的照片是身位吗 我这赵天宁又够笨 你应该讲说我也是身位 我的摩天伦也是身位 对不对 所以啊 所以啊 对啊 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讲 他没有说服力啦 真的没有说服力啦 你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说这个 因为他现在是进入司法程序嘛 要调查嘛 也跟大家说不能乱传嘛 然后小心嘛 会要严惩不乏啊等等之类的 那我就问一下大家好吧 线上的同学们 你认为是身位的 麻烦请加一 认为这就是事实的麻烦加二 好不好 我来调查一下 非正式的调查 认为是身位 同意罗智正讲 他是被黑他是被冤枉的 请你加一 认为这就是事实的 请你加二 我们看加一多 你先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啦 我加一多还是都看过 加一多还是 这种热闹 大家怎么会错过呢 对不对 毕将军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 他很正派 不 我会自卑 我会自卑 好 当然这个东西 这个说实话啦 那曲美凤是这样讲 他说因为曲美凤是资深媒体人 以前在台视 跟我是同事 刚好坐我旁边 那他也非常的专业 不管如何 从这个媒体的角度来看 你要丢这个爆炸性的内容 自己就知道自己的风险会很大 所以通常来讲 一定会做好查证 一定会做好 甚至做好留一手的准备 甚至做好自保的准备 通常媒体要做这么大的动作 都会先请教法律顾问 先请教媒体顾问 说实在电视台媒体 就很多的专家 比方说像我们的摄影同仁 都是专家 什么身位画面 剪接 他们都是专家 一看大家就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曲美凤这样的一个资深媒体人 他要丢出这么一个重磅的时候 他不会不知道后面的反错 后面的大动作的反击 所以曲美凤 他也讲得非常的笃定 告诉大家 已经检视过所有影片 而且我相信他们应该是 不止检视过一次 不止 所有影片 对 所有影片 曲美凤太没有意思了 只放出一点点来 我又不要急 后面还有九天 今天只有七八段 后面说不定越来越多 不知道 所以也有可能嘛 目前开始是七八段 后面还有多少呢 会不会只有罗智正 还是说还有别人呢 对不对 细思极恐 真的细思极恐 所以检视过所有影片 注意有正面的影像 有正面的影像 然后呢 有对白有声音 当然我必须讲 现在是在这个年代 声音其实也是可以变造的 影像也是可以变造的 但重点就在于嘛 重点就在于 因为他现在采取司法动作 那百分之百在选前 不会有结果吧 对 不会 不会有结果 所以他就是一个 托字角 一个托字角 委员你觉得这对选情 会有什么影响吗 然后你觉得 赖清德这个说法 你怎么看 会有影响 但是就是不晓得 罗智正现在跟月圆支的 差距有多大 如果月圆支 跟他差距很小 比如说在5%以内 那这个一定翻盘 一定翻盘 对 现在不能讲民调 对对对 对绝对不能讲 如果是差距很大的话 那也许会跟上一次 在那个反送中运动底下 他只赢1万多票 那你讲到那么大的选区 不是一般的选区 只赢1万多票 那这次可能差距会 如果他正他赢 我差距会小到不能小 那就看选民到时候 怎么去做抉择 如果是有时候 差距很大也会缩小 我们的网友 全部倒向加2 好像没有加1的 这个 对对 丽将军你人比较善良 你加1还加2 其实我是觉得说 心里很难过 看到这种事情 心里真的很难过 这个东西 我心里反而比较同情 罗志正的夫人 为什么 因为情何以堪 对 在这个时候状况之下 你还被老公拖出来 抛头露脸 而且现在他是全程笑容 一定要笑 大家怎么看 尤其是很讽刺的 也很那个是跟曲美鳳 我记得 我印象很深刻 曲美鳳那时候出事的时候 那我没有看过那段影片 那时候我在部队里面 我们不可能看得到 但电视新闻上 我看到曲美鳳 哭得出来 鞠躬跟大家道歉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头很痛 我觉得说你是受害者 你为什么要跟大家道歉 今天 今天这个 这个 那个事情对他的伤害 实在是太大了 对 那你为什么要跟社会大众 你没有做错事 你为什么要跟社会大众 道歉 他就鞠躬 我记得那个镜头 然后天气很冷 然后戴个眼镜 然后这个也没有化妆 也没干嘛 然后那个 那个影片的内容 还深刻印在我脑海里面 其实我每次 听到这种新闻 就是看到这种镜头 就是这个自己 男生自己在外面乱搞 然后拉了老婆 出来当这个背书 其实我每次都很同行 那种就是他家人 为什么我特别同行 因为我自己是军人 我常年不在家 我要是跟大家讲说 我从入伍那天开始 到我退伍那天 没有放过一天 这样回家吃晚饭 可能大家都不相信 但我知道我太太很辛苦 所以我每次 我反而会同行这些 这些当太太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罗志正的太太 今天寒风当中 还是你知道笑的那样 这个来助选 然后包括这个画面中的 两位女性 刚刚那个委员的那个观点 今天下午很多民众听了 就非常有感觉 你罗志正都说 我是受害者 我怎样我怎样 你考虑过人家那个女性 那个女性就是 目前看起来都已经可辨识 完全被辨识出来了 有没有帮她讲过话 好像人家 你的权益是权益 人家的权益完全不是权益 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 你们俩是在同一张床上 对不对 所以受的伤害 可能女性的伤害 比你更来得大 那范云同学 要不要出来讲几句话 要不要出来讲几句话呢 所以当这个目前看起来 它不但有影片 而且有声音 然后这个总编辑是曲美凤 所以这个丽将军 你怎么看待 你觉得接下来这个事情 会怎么样的发展 然后你觉得赖清德的回应 指向又是一个 中国戒选的概念 你刚刚也看到PTT网友 你觉得中国戒选的可能性 有多少 这不可能是中国戒选 这怎么会是戒选 他自己戒选 百分之百不可能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 我很诚恳的讲 民进党赖英德 你要怎么去解释 当初me too案件的时候 多少人 因为你高举的道德的旗帜 你让自己党内多少同志 不准他们参选 你都举得多高的一个道德的旗帜 那包括李正浩 包括那时候刚刚讲的赵天凌 我打个架 而且他处理 他处理那个什么赖建林跟处理 这个也不一样啊 对不对 要不然楼志正要退选吗 比照一下 对啊 我是觉得说楼志正你这时候应该 要这个赖英德 你应该要快刀斩乱嘛 对不对 为了你自己的选情 对他是快刀斩乱嘛 所以他跟大家说 这绝对是假的嘛 不是你不能这样讲 其实我跟你讲 公道自在人心啊 是真是假 就像是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一样 如果我今天有这个技术 去做伪造的话 我也伪造赖英德 我干嘛伪造你那个 以前那时候有啊 这个很多的候选人 包括我们韩国瑜也被 也被伪造过 那时候也伪造过 后来那个人自己出来承认说 我是开玩笑的 我是为了先打预防针 也伪造过 那时候人家有出来承认 你今天来讲 我觉得罗志正你可能就是 又民进党开始会崩盘 我今天凭良心讲 我能够感同身受 就是刚刚主任讲 包括那个受害者那个女性 还有罗志正的夫人 你今天要想着女性同胞 那种心理的感受 像假如说你是人家的太太 你是人家的那个的话 对不对 你受到这种伤害 你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相信 如果说这次事情又发生 对如果赖英德这时候 不赶快快到展览 你牺牲一个立委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今天总统职位会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就看过一丝好几命 那这次来讲可能更多命 对啊 所以赖英德第一时间 也告诉大家 影射他是一个 这个境外的一个戒选 这么快的时间 请问一下 你可不是跟罗志正 那个等级的 你档次更高一点 那你讲话总要有证据 你的证据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是身位 如果说这是变造 甚至是境外戒选 甚至是中国戒选的话 你身为总统的候选人 你是不是要拿出个证据来 你就不能够像罗志正那样 空口说白话 对不对 今天有好多张的梗图 来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很多张梗图有点 实在是不能po 来 有一个 这个先是郑克爽嘛 一传美总编辑 曲美凤 他回呛罗志正 告诉大家什么呢 写的很多 他先是告诉大家 政治人物遇到危机的通病 就是推诿怪罪转移焦点 没有办法面对问题 然后他要拒绝司法恐吓 捍卫新闻自由 对不对 曲美凤不是吃素的 然后检视这个影片之后呢 有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曲美凤这个媒体 做了必要的一些查证 跟一些应该是有一些自保动作 他们有检视影片 发现有影像 有交谈的这个对话 而且也去比对了细部的体征 他没有说还有哪些体征 对不对 他只告诉你 有哦 然后如果说用这个身位 作为转移焦点的这个技巧的话 那是不是呼吁罗志正 大家共同来检测一下 台湾应该有很多身位专家吧 找身位专家共同来看一下 我要讲不客气一点 影片里面的那个 那位男主角啊 有露出男性的器官 叫罗志正来检查一下吧 会哦 他们到法院是真的是这样检查 对啊如果到法院之后 那个是什么性侵害案啊 这个不会啦 这个不会啦 告诉人是那个罗志正自己 所以他绝对不会提供这个证据 而且这一拖一拖要选后嘛 对不对啊 然后来 那个 你讲一个很认真的样子 媒体针对民众的具体消息 撰写新闻 没有任何事例介入 你是说曲美鳳是中共吗 曲美鳳就是对岸吗 媒体本质新闻本职 针对民众所提供的讯息进行报导 请罗志正 不要把所有的危机跟事情 进行隐晦的回避 转移焦点 所以在曲美鳳的认知当中 罗志正是在做隐晦的回避 跟转移焦点 而且泛政治化 然后请罗志正 不要伤害新闻自由 然后呢怎么样啊 这个是要拒绝司法恐吓 捍卫新闻自由 是不是另外还有一张图 来导播 是不是还有 对啊 来有的就拿 看一下嘛好不好 对看一下 别怕 对民进党的口号 清廉 情政 爱乡土 大家看到清廉 清廉 清廉 情政 爱乡土 爱乡土 乡啊 对不对 网上有各式各样的梗图 当然这个菜超过尺度的 当然是 当然是这个不能播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2 3 他 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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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